优胜早前被爆出性骚扰事件 让他的真面形象一戏崩塌 并以强制猥亵罪遭到起诉 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 自从陷入风波后 他就在社群上销声匿迹 不过日前却突然现身表达心境 优胜魁有两个月发文表示 选择坦白坚持诚实到底是不是错的 并写到没做的事 法官一定会还你清白 所以他再度把文强调 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逃避 但所谓的诚实负责认错 到底是基本品格还是书本道德 就像是承认偷过面包的小铁匠 最终却被诬赖偷了珠宝 而被判死刑 似乎是在为自己喊冤 并以身表示很多事情没有说出来 是基于尊重、保护、信任 也希望大家能把日子过好 但并不代表事情的真相 就如大家所想的那样 天文底下出现两派声浪 部分网友鼓励喊话加油 但也有网友认为 或许他认为偷的只是面包 但那却是一失物品的女孩 丢了再找不回的珍宝